影片的話基本上就有我們上個禮拜的東西 所以剛剛提到的總共九段影片 剛剛講的其實就是第1集 大概就是到第2到第5吧 所以回去的話 假如你剛剛我講的東西 如果不剩清楚的話 其實可以再回去練習一下 那我是建議最重要的方式 就是說你可以回去試試看 最好可以把這326的空白檔先打開 然後再試試看 如果你可不可以做出剛剛講的就是這個 分割工作表加上篩選 有沒有這樣就可以過來 1、2、3看到有了 然後最後的話可以再做一個按鈕 就是這個刪掉 然後合併就是把1、2、3合併回來 類似像這樣 那表示說你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OK 所以這個部分請各位回去再花一點時間 就是下課之後的話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說真的 利用上課時間練習其實也蠻浪費的 我是覺得重點跟各位 另外的話城市碼雲端上也有 所以如果你擔心說 假如你這些記不太起來的話 那你可以找一下就是在 應該是在第幾單元 第2個單元裡面的那個326裡面 那我剛剛講的那幾段影片 幾段城市其實雲端上都有 所以應該是有沒有新增工作這一段 然後刪除在這裡 然後分割有沒有在這裡 有沒有就是加1、2、3 最重要其實這個啦 工作表記得喔 如果你跨工作表記得一定要加 如果沒有加喔 完蛋了那就錯了 所以喔這個可能要特別特別小心 跨工作表 那你會想說老師你為什麼不先講跨工作部呢 其實到底很簡單 因為跨工作表的問題 你都沒有注意到的話 那跨工作部那更是容易出錯啦 OK因為它又是在不同工作部裡面的 不同工作表 那這個當然喔 相對起來就更容易出錯了 所以我建議當然是按部就班來學習啦 OK所以剛剛這一段喔 那合併的話呢 其實底下這邊就有合併了 就是剛剛講的這一段喔 所以分割合併 那你會發現喔 其實程式真的不多 剛剛其實分割的話 裡面最重要就是這個 should.add add的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喔 新增工作表 那add到哪裡啦 後面是哪一個 哪一個工作表的後面 就總共有幾個 反正這個意思說喔 放在最後面就對了 它的名稱叫什麼 OK 點name就OK 所以這個地方 請各位喔 就是盡可能的多多練習 其實程式不多 總統 就是四行 加兩行 4name就是六行 七行 八行 其實都搞定了 那把它合併的話呢 基本上 其實也不多 有沒有 你會發現最關鍵就是這一行 點copy 哪一個range點copy 而且是哪一個工作表的哪一個範圍 點copy到哪裡 OK 另外的話就是說 要懂得什麼 向下追蹤 向下追蹤前面我們也講了很多啦 所以這些概念呢 如果都懂得結合在一起的話 相對的其實也沒那麼困難啦 OK 所以上個禮拜的重點 就是326這一題 另外好像我沒有講了那個 除了326之外 還有單元03 裡面的問題02的地方 這邊 OK 那你可以把它打開 基本上喔 這個就是我們上個禮拜講到的 程式嘛 那也是一樣 基本上的話 你們可以再把它run一下 大概就是什麼 分割品名 就按照這個品名去分割 比如查一直到糖 分割了有沒有 12345 那實際上 就是等於剛剛做的動作 就是 新增工作表 加上按照玩具去幫我篩選 篩選完之後把玩具 切到這邊來 然後再來就查 CD 書一直到糖 OK 原始資料在這裡 然後刪除的話就一樣 其實那個剛剛的程式 可以把它call過來改 然後再按照地區 地區的話就是這個範圍 所以把它分割 按照東、北、中、南 OK 分別把我把資料call過來 當然最後的話 可以再把它合併回來 那合併的話 基本上 把它先按照這個 玩具一直到糖 那合併的話 就是一樣 把這邊的資料ctrl 去向下 OK 然後怎麼樣呢 幫我把它合併回來 就是 玩具過來 查過來 CD過來 書過來 糖過來 最後的話記得 我好像有加一行 排序 因為如果說 你沒有排序的話 它會按照原來的順序 它不會按照原來的順序 所以最後這邊有加一個這個排序 比如說 一樣 我這邊 就讓它全部 也就是它會先把玩具先過來 然後再查 所以你會發現 這玩具 這邊玩具這麼多 然後再來就是查 然後再來就是CD 可是呢 如果說我最後呢 希望按照什麼 按照這個編號排序的話 那我上個禮拜 最後有教各位一個很重要的排序方法 也就是說 在VBA裡面 你要排序的話 其實就一行程式喔 那主要是跟它講 我要根據 A啦 所以跟它講 Range A1 Sort Sort方法 然後呢 必須給它三個訊息 第一個說 你要按照哪一個去排序 理論上就是Range A1 就A藍 OK 豆點之後的話 那你要怎麼排序 如果你要地增的話 那你就是用這個 其實你這邊可以這樣打 豆點 其實理論上不用背 你要怎麼排序 你就打XL 它會出現 你要地增還地減 那你就地增的話 那就AXL AXL OK 然後豆點 有沒有標題 所以這邊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跳到這個 Header 所以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Header 有沒有這個 你的欄位名稱 有的話 這個一定要加有 如果沒有的話 Headers 如果沒有加這個的話 那它一定會錯 跟著一下應該是Header 請問它沒有跳提示 Header OK 沒關係 我們就直接自己打一下 Yes 如果說你移 理論上我都打小寫 如果你移開 它沒有變大寫 那你就要檢查一下 是不是有拼錯字的問題發生 Header OK 這個可能要打 冒號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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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的是這個 前面是參數名稱 後面是要傳參數 給那個前面的這個參數 所以我剛剛問 奇怪為什麼沒有跳 其實理論上 你如果打一個冒號等於 應該會出現 冒號等於 對 應該會出現 那表示沒錯 Yes 有欄位名稱 這樣就OK 那如果你執行這一行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如果執行這一行 這邊就要按照1 一直幫你排到 好像1000多吧 OK F8 那各位可以看到 123一直排 Ctrl向下 排到1243 OK 那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問題02的部分 那當然問題02部分的話 其實我後面 還有延伸一些有關就是 資料庫的部分 只是說我在問卷的時候 發現那個同學對那個 資料庫的需求 好像沒有那麼特別大 所以我在這個 單元03裡面 也有提到 如果你將來要把資料 放到資料庫裡面的話 那其實你只要呼叫一個 這個這邊有一個 一個範本就是 直接把資料寫到資料庫 裡面最重要的是 怎麼去連結 連結什麼 連結一個資料庫 那通常呢 我們這邊的範例是 用ACCDB 指的是SS資料庫 那它的名稱叫這個 只要把這個檔案 放在哪裡呢 放在我們根目錄底下 跟你是有放一起的話 它就會把資料 幫你把它全部塞在資料庫裡面 那這個資料庫的話 我有把它丟上來 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下載下來 OK 然後人藥下載 下載下來之後 如果各位要保留一下 然後把它怎麼樣 減下或複製 複製到哪裡呢 複製到我們範例檔案 我剛剛那個範例是 問題02裡面 你可以把它貼到這邊來 那這樣的話呢 這邊就有資料庫 你可以把它打開 不過前提是 你電腦裡面要有SS 如果我發現 現在很多人電腦都沒有裝了 裡面是空的 有沒有 這個空的資料表 資料庫叫問題02 資料表也叫問題02 裡面的話總共有五個欄位 如果我今天希望 幫我把這些 Essale裡面的東西 通通call到資料庫裡面的話 你只要把雲端這邊的程式碼 在哪裡 這邊有個程式碼 把這一段 sub 直接怎麼樣 貼到那個 我們的程式下方 sub程式下方 這邊 就可以完成寫錄的動作 所以喔 我看一下 理論上這一段 那這邊的話 我執行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 把這些資料 我通常要把它寫到資料庫 所以特別注意 第一個 你要先確認幾件事 第一個 你要把雲端上面的問題02的資料庫 ACCDB先call到這裡 第二個的話 再把雲端上面的程式貼過來 我們就可以run 我們來試一下 理論上應該這樣就OK了 接下來的話 run的方式 其實就是 它會去 create一個ado 這個create object 意思就是說 我會產生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就是直接 可以連結 SS資料庫的 有沒有 這個檔案的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名稱叫 ado.adodb.connection 顧名思義 意思就是說 我用這個物件 就可以跟這個SS連線 因為畢竟 SS跟以色友是兩個不同的軟體 但是我要怎麼樣把資料寫過去呢 基本上就靠它 再來的話 開啟那個provider 這個固定了 provider指的是驅動程式 OK 目前這一行也沒問題 不過 可能有些同學的電腦 我不確定說你們電腦裡面 是不是有裝SS 如果沒有的話 那這一行可能會出錯 另外的話 路徑部分的話 這個問題02 你也要有這個檔案 所以這個路徑裡面 有這個檔案 那指的就是這個東西 它會找得到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其實主要 這一行是drop table 意思是說 把這個裡面資料庫裡面的 這個table先把它去掉 為什麼去掉 因為我們重新建 不過如果說你不重新建 其實也沒關係 反正就是直接寫過去也可以 不過我這邊程式是先把它刪掉 然後呢 再create table 指的是我再重新建一個資料 資料表 總共一二三四五六個欄位 六個欄位 我看一下 剛好對應這個 一二三四五六個欄位 六個欄位 然後呢 我就建立一個資料表 總共六個欄位 那對應的就是這六個欄位的資料 那接下來的話 其實就是什麼 把這個裡面的所有資料 一個一個的寫到哪裡呢 寫到那裡面去 那寫的方法就是 第一個 先確定一下 總共有幾列 總共一千兩百四十四列 應該沒錯啦 Ctrl向下 一千兩 對沒錯 然後呢 從第二列開始 一直到這個一二四四 那主要是利用那個 Seql語法 Insert Into 到問題02裡面 那總共有五個欄位 Values就是它的資料 分別把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 第四 分別把資料呢 統統一個一個 統統的把它寫進去 OK 理論上 假設上面這一行沒錯的話 那你執行 Execute應該會成功 可是如果假設這一行錯 你可能要檢查上面這一行 裡面的資料是不是空的 要不然就是沒有 要不然就是說有錯誤的資料 資訊看一下 有寫進去了 那所以他換下一個 意思是說他已經寫了第一筆了 那再寫第二筆 意思是在推 就全部寫完 全部跑完 那你會發現 全部跑完之後 就新增成功了 那我們就可以 直接切到單元03裡面的問題02 剛剛這個SS裡面應該是 完全是沒有東西的 所以問題02現在裡面有沒有資料 應該有 而且應該要有1000多筆 1223筆吧 OK沒錯 所以這邊的話 資料就全部寫進來了 那這裡的話 因為剛好我們課程裡面 其實是有涵蓋到資料庫 那可能還是會有同學 會有資料庫的需求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給各位一個範本 請各位就是參考一下 雲端上面的哪裡呢 第三個單元裡面的 就是程式碼 這個程式碼的話是寫到SS 所以我刮回一下 這個應該就寫到A 這個SS資料 ACC 當然如果你有買SEQL 比如說跨這個 因為SS是單機版的 如果你想要跨多台電腦 連線的話 你可以用買SEQL 這個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其他的話有包含刪除 把資料刪掉的話 怎麼刪 然後讀取 假設啦 我們要把那個資料庫裡面的 資料 再摳回來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執行 這一行 比如說把資料讀過來 讀的話呢 其實就這一個 我讀一次給各位看 也就是把查到的資料再摳回來 所以我把這一段 讀回來的程式執行一下 其實沒有幾行啦 主要就是 應該是 主要是這一行 把查到的結果 幫你讀回來 所以我這邊 多新增一個 空的工作表 然後執行這一段給各位看一下 讀回來怎麼讀 因為剛剛我們確定說 SS裡面 已經有這個資料庫 這個資料庫裡面 已經有問題02的資料 所以1242筆吧 所以我把它全部讀回來 讀的話很簡單 就是跟他講說 你幫我把這個 select 所有select是查詢 所有欄位裡面 在問題02的所有的資料 通通幫我把它查回來 放在這個物件裡面 OK 然後把這個物件裡面 除了容易call到A2裡面 OK 所以我把它執行call過來 所以就call到A2 有沒有看到 call過來了 那你想說 老師那為什麼不call call到A1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 call資料的話 它不會包含欄位名稱 所以將來 你可能還要自己所動 或者是說 你可能想辦法 把這個範圍的欄位名稱 幫幫忙把它call到A1 就是第一列的位置上面去 這樣後就可以把資料存在 資料庫也可以把它取回來 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可以試著練習看看 這個範例的話 基本上 也在雲端白板在第三個單元 OK 請各位先試試看 待會我們就要來看有關第四個單元的練習 第四個單元其實也跟上個禮拜有那麼一點點關係 請各位試試看